走在符合国中侧门外的路上 仔细瞧多了几张客桌椅 五彩缤纷的图案格外强烟 但你知道吗 这里在一年半前 可是跟普通的街道没有什么不一样 经过长时间协调和等待 会及各单位间的沟通 组织李绿色一廊建造计划终于能实现 里长薛琳雅感动又兴奋 之前李明和永和社大志工一起合作 将灰色的墙面换上木头新衣 飞机客桌椅大改造 摇身一变成为街头美丽的装置艺术品 在我上任之前呢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就是希望说这个人行道 未来能够成为我们永珍里主要的修气场所 那现在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的成果 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完成96米长的外墙规划 行道上做这样的艺术创作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这样对整个社区以后永和啦 还是说整个社区来讲 很好的互动方式 如果这边只是一个小点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推动下去 我觉得永和会不一样 这项希望工程同时获得永和师子会支持 会长赖金水表示正逢师子会百年庆 透过服务挑战活动来改善社区 鼓励居民自己动手做 打造生活空间 能将他们的回忆持续传承下去 我们永和师子会跟日本大阪 十米诺会姐妹会共同来完成捐赠的 现在社会非常的冷淡 那渐渐大家开始就会有保护主义 里民跟里民之间比较少的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把过去50年代美好时代 老顶九老咖这个里民之间的共同的传承的一个理念 我们透过这个活动让它延续下去 总长96公尺的廊道划分四期工程进行 第一期工程有24公尺已经完成 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小孩停留玩耍 享受天伦之乐 成为永真理新的亮点指标 中家新完成家运永和报导